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方 欢迎来到我频道 今天是6月17日的上午11点59分 我的派网网格合约机器人 已经运行了22天 零三个小时59分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节目 你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这个影片 这个系列是我在派网 运行合约网格加力机器人 的一个追踪系列的影片 我在那期影片当中 运行这个机器人 现在已经运行了22天了 目前是亏损0.25% 其中网格利润是有16块 网格年化是29 后来我又开了一个 第二个机器人运行了11天 11个小时 另外一个是6天23小时 总的利润是5% 这个总的利润是7.3% 之前目前是在一个盈利的临界点 他们的区别是在于 我的开单的价格不一样 同样是网格交易机器人的 开单的价格 还有你的区间的设置 以及网格的设置 都决定着你的合约网格交易机器人 是否盈利或者是亏损 因为今天一觉醒来我发现 比特币是有比较大的涨幅 我们可以看一下 40小时来看 它是从24000多 涨到了26000多 这个涨幅还是比较近期来说 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在我的合约网格交易机器人 利润这个图上面也体现出来了 它是一个从跌幅的11%到涨幅的8% 是有一个20%的一个涨幅 这是因为这两个交易机器人 是开了5倍的合约 下面这个是从10%到3% 这是开了3倍的合约 好我们看一下订单详情 这个交易机器人 我们看到从17日凌晨的2点 1点16日的凌晨的2点 每次套利它都有0.31美元的收益 虽然不高 但是我们心里看着也挺爽的 它感觉是一个自己在心情劳作的一个机器人 你什么都不需要做 这感觉就是一个被动收入 其实这当中我也强调一下 它也蕴藏的风险 如果币价是持续往下跌 跌到了13000多的话 它会进入我的强品价 如果是跌到价格趋先21000以下的话 它的交易机器人就停止运作 这个时候它就持有我们所有 投入实际资金的5倍的价值的BTC 因为它是有合约 所以它会有强品的风险 到了13000多 它会把我的保证金也全部用掉 导致会进入强品的价格 这个时候我所有的投入的1500美金 就会灰飞湮灭 当然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 好 我们过一段时间再来看 好 现在是下午的3点55分 比特币的价格又有一个比较好的拉升 最高来到26800多 现在26500多 我一直亏损的22天的合约网格 已经有收益了 现在是1.68% 15美金的收益 年化网格 年化加上浮动盈亏和网格的利润 它是有总的28%的年化收益 在上面一个11天的1500美金的合约网格 5倍的合约网格 因为它币价比我开单要高很多 同时我开的杠杆又比较大 是5倍的 所以它的网格的利润有21块 浮动盈亏有58块 总共11天是有11%的收益 这样算下来 年化网格是有356% 网格的年化也有94% 好 再看7天网格的利润是有13块 总的利润 目前7天是有8.69% 这样年化收益就有444% 网格的利润年化是97% 目前是有下跌的迹象 现在我可以关闭掉 我合约网格 以后我们需要的时候再开 比如说把7天的关闭掉 我们就点击更多关闭机器人 你确定要终止BTC USDT的永续合约网格机器人吗 停止合约之后 将取消所有的挂单 并且以市价最优价来平仓 我们点击确认 好11%的年化 350%的合约网格 我们也把它关掉 点击更多 关闭机器人20确认 好22天 它的收益会比较低一点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目前还是属于盈利阶段 我还是把它关闭掉 等到币价在下跌的时候 我们再进行重新的开单 这个系列 我会继续做下去 我一旦找到合适的时机 我会继续开 合约网格的测试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 你可以定有这个频道 这样你就不会和最新内容插进而过了 我是阿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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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